无论酷暑还是寒冬 11岁的西安少女王诗诗 总会来到游泳馆进行花样游泳训练 在音乐响起时 她纵身跃入水中 时而旋转 时而翻滚 用自己的热爱演绎着水中芭蕾 在西安体育学院游泳馆里 王诗诗在教练的带领下 开始了进入泳池前的体能和技巧训练 一个小时的路上训练 一个半小时的水中训练 此外还要抽空练习体操 钢琴等 从六岁接触花样游泳开始 这些变成了王诗诗的日常 我今年11岁上五年级 我从六岁开始练花样游泳 每周练三次 每天七点半起来 除了上学还要练花样游泳 每天都要练一个小时的琴 王诗诗的母亲告诉记者 孩子天生身体比较硬 进行高强度的压胯 压脚背训练时 经常会痛得哭起来 因为心疼女儿 家人多次想劝孩子放弃花样游泳 但在王诗诗自己的坚持下 最终还是继续练习 如今的王诗诗已获得全国花样游泳多项奖项 并于不久前参加了十字运会 花样游泳项目测试赛 教练队是中国第一批花样游泳队员 在退役后 他开始了青少年的培养工作 多年来 阎磊在泳池里交出了数百位孩子 阎磊表示 花样游泳是一项融入舞蹈和音乐的水上竞技项目 由游泳技巧 舞蹈和音乐编排而成 要练好非常不容易 首先他需要具备很强的游泳技能 第二他要有类似于体操 跳水运动员的这种技巧能力 再有需要有舞蹈演员的舞蹈表现力 还有他要对音乐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确实很难 他因为具备不是单一的一项技能 他是要有这种综合的这种能力 为了节省时间 兼顾学习 王诗诗经常在车里吃饭 复习功课 但在学业压力增大 当地中学没有花样游泳特长生项目 陕西花样游泳运动发展缓慢等因素影响下 是否让孩子继续训练 成为王诗诗父母经常讨论的问题 对于家长的这种纠结 教练眼泪感同身受 目前我们陕西是确实是没有花儿游泳的专业队 但是我认为花儿游泳 它确实是对孩子在身心各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它不禁对这个身体体能提高有着很大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它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 能够提高孩子的意志品质 团队精神 以及对这个坚持这方面 我觉得对这个小孩子的一生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平时的王诗诗有些内向 然而一旦进入泳池便会神采飞扬 人生的路将走向何方 这还不是王诗诗能够考虑的问题 对她而言 只要人在水中 音乐不停 表演就仍在积蓄 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很喜欢花儿游泳 然后以后我希望拿个全国冠军